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我的頻道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6號 我們在4月5號的時候 大概10天前 有跟各位介紹過這個州府的種子 我們要拿來測試說 看看它會不會變成州府 當時我們種了5顆種子 破殼了5顆種子 5顆種子呢 我們用蜜蜂保濕 蜜蜂木屑保濕法來種 來催芽 經過的10天 這樣看下去只有一顆發芽 另外四個沒有發芽 那我們現在將距離拉近一點來看看 我們在4月5號的時候 破殼了5顆州府的種子 將種子呢 用木屑保濕密封法 然後進行催芽 當時呢 我們只是將種子的這個皮 稍微退掉了一點點 給各位看一下 結果發現呢 你看這一顆 這顆種人沒有變大 沒有遇到濕漆變大的感覺 所以這個沒有發芽 這個還小小的 這個呢就感覺有膨脹 但是 好像還沒有開 沒有要這個沒有要發根的跡象 根還沒發起來 這個也是 還有一顆在哪裡 這裡 這一顆也是 你看我們只有剝一點點的這個膜呢 結果造成它好像發芽的速度有點慢 那其中只有這一顆 第五顆 這一顆呢幾天內它就發芽了 那到了第10天呢 你看到現在還沒發芽 但是我們估計是最快一週內 那現在已經第10天 當時我還信誓旦旦的跟各位說 兩週內一定發芽 不過看起來就只有這一顆 那另外幾顆的看起來好像 也有可能濕度不夠 再來我們撥的這個膜呢 撥的不夠多 當時我們說建議撥三分之一 不過撥三分之一 像這一顆撥三分之一 到現在也還沒有發芽的跡象 那其中這個撥的比較少的 反而先發芽了 很神奇 再來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盆栽呢 裡面呢 你看這邊有綠綠綠綠的 這表示說我們這個生木穴 放在這裡呢 其實已經放了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這麼長的時間呢 已經造成了有可能長其他的壞菌 所以呢 我們用這種比較老舊的木屑呢 來種植的話呢 很難保證說會不會被壞菌感染 我說這幾顆 一二三四 這四顆呢 不能保證會不會被壞菌感染 那各位如果你要用密封保濕 木屑保濕密封法來做催芽的話呢 建議用乾淨的生木屑比較好 不要用這種 已經重複利用好幾次了 那這個呢 我們之前插枝的 看起來已經失敗了 我們就把丟掉 都已經感覺發霉了 雖然下面看起來綠綠的 不過好像沒什麼救 也許啦 我們講說這個也許 也許這個枝條呢 選擇應該要選擇它剛落葉的時候 再來插比較好 那我們之前拍的影片呢 可能時間比較晚 所以它的傷口呢 來不及癒合 根據我以前插枝的經驗 像櫻花啦 櫻花插枝的經驗 還有很多植物的插枝經驗 幾乎都要大概達到三個月 也就是我插下去大概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那個傷口的部分才會產生癒合組織 然後有發根的跡象 需要三個月 如果今天沒有達到這個條件 三個月的以上的條件 舉個例子 我們直接馬上插下去 它就要馬上長根的機率不太高 像這一顆是茶花 看起來已經抽嫩葉了 理論上這 我是說理論 它有可能長根 正常來講 你在插枝任何植物的時候 當它在抽葉子的時候 然後它不會有那種枯萎的跡象的時候 就表示插枝成功 像這一次就有可能插枝成功 但是我把它翻過來看底下 沒有看到根的痕跡 所以我也不敢動它 現在也不敢動它 又怕動一下 哇慘了 之前有一次就是櫻花長根 就不小心動了一下就根斷掉 好 我們今天主要是帶各位來看一下說 我們上週 不是 應該說4月5號 我們種的這批種子 目前只有 第10天只有一個發芽 然後其他還沒發芽 那其實我們 櫻花這個種子 經過破殼脫模之後 其實你 養在室外 保濕 然後用戒指幫它保濕 它就自然會發芽了 其實也不必用不必需要用到這個方式來做 做催芽的動作 那我們用這個動作呢 只是為了要避免我們種到外面呢 不小心被貓挖起來呢 到時候被要挖死掉 然後我們用這個方式呢 我們比較容易觀察 它發芽的一個情況 種子發芽的一個情況 之後呢 這4顆還會被發芽呢 我們也不曉得 那我主要呢 是種幾顆 只要有一顆 可以順利長大就好 那等一下呢 我會把這一顆拿去移植 移植的時候 就建議連戒指挖起來 一起去移植掉 移植之後呢 我們就是 到時候 會讓它順利的長大之後呢 看看 到今年年底 年底的時候 葉子掉落的時候呢 我們再拿去嫁接 把它嫁接到其他的櫻花樹上 看看能不能加速它生長 然後提早開花 它如果可以提早開花的話 我們或者是提早生長的話 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這個周府的枝條 到底它會不會下垂 周府的種子 種出來的苗 會不會是周府 我們可以利用這一個方式呢 來去做判斷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個 各位未來有興趣的朋友呢 或者有拿到 我寄出去的種子的朋友呢 你就可以參考這個做法 去操作 當然我們不保證說 這個種子 種出來到時候會長什麼東西 我也不曉得 我從來沒種過 不對 不對 我有種過 但我不知道種到哪裡去了 我也不曉得 到底種出來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也種過周府的種子 但是 我不曉得種到哪裡去了 到底周府長到哪裡去 我不曉得 好 OK 那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個 各位未來有 拿到 這批的種子呢 也都歡迎做一下紀錄 大家互相經驗交流 感謝收看 再會 OK 謝謝 謝謝